塗牙都經歷了一些我們估計不到的事情 首先Sonia,你是不是都 牙齒曾經有什麼病 可以跟我們說嗎 哦,牙齒病 牙齒病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不同程度的牙齒病 但你可不可以我告訴我 你怎麼發現這個牙齒病的過程 其實我一直以為自己的牙齒很健康 因為我每天刷很多次牙齒 起床會刷牙齒 睡覺之前一定會刷牙齒 然後每一餐之後我都會刷牙齒 所以我是帶牙齒上學的 這件事 即是一邊舉手問 就全部都會刷牙齒 總之吃完之後我會刷牙齒 那些同學都會知道 其實全家學校都知道 大學畢業出來工作之後 我都帶著牙齒上班 以食習慣 那你應該是很健康很乾淨 所以我不會有這些東西藏在牙齒上 看我有沒有刷牙齒 你有沒有刷牙齒 沒有刷牙齒 對 我很害怕 但是原來這樣刷牙齒 你為什麼會刷牙齒 你會刷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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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 然後他會刷牙齒 你看這些黏液 其實就是牙齒病的病性 而且你看牙齒 你看牙齒 牙齒長了 牙肉就萎縮了 牙齒好像長了 你會覺得自己沒有以前那麼漂亮 對 因為你會刷牙齒 對 最初聽Sofia說 我以為是 因為牙齒會帶著牙齒 可能上班 或者之前上班 我以為是 你刷牙齒 牙齒會刷牙齒 然後你收起來 可能會刷牙齒 我以為是這樣的 即是怎樣處理牙齒 對 我以為是這個月 牙齒會把牙齒抹光 因為學校有鑰匙 放鑰匙 放鑰匙 有很小的杯子 放鑰匙 之後出來做事 很多時候 然後公公司的桌子 都是有鑰匙 對 千萬不要擺在公眾地方 這些牙齒 走過 牙齒很骯髒 很危險 有些人很不開心 對不對 對 你們是否每個人都會早晚刷牙齒 會 我只是刷一次 老實說 我只是刷一次 會早晚的 認真一點說 我也很誠實 我跟強尼是朋友 你臨睡前才刷 我去醫生刷 睡覺不刷 為甚麼睡覺 我覺得是要刷 不覺得刷兩次是合理的 有時候會刷口水 他們說我們連唇口水都沒有用 你不覺得這天吃了很多東西 你臨睡前刷一次牙齒 好像可以清晰一些 我覺得你們是對的 對 我覺得你們是對的 但刷了獎床 就不想起反身刷 我明白了 我近幾年都改了這個習慣 我變成晚上會刷 之前都是比較長時間 多一次 但我們怎麼都不像Sonya 吃完東西很健康 對 但原來可以刷到牙肉 有問題 那牙醫用就是一下就說 因為你刷牙的力度 或者那個位置 就搞到牙齒餅 而且刷到太多次了 太多次了 對你的生活有甚麼影響 對我的生活 那… 你的嘴巴裡會覺得不舒服 而且又真的經常都覺得 好像黏液一樣 是血還是甚麼 那些是一些牙周病 引生出來的一些分泌 口水差不多 口水差不多 但你覺得它比較濃稠 那後來有沒有搞到那些甚麼 去醫治這件事 首先就是補牙 我不是因為蛀牙而補牙 是因為擦摘了補牙 所以補牙 然後要改變那個習慣 那可能多些用牙縫刷 就不要整隻牙 整排牙去刷 所以反而牙縫才是 你要清潔多些的地方 對 不是牙的表面 而且真的不會一天刷五次牙 然後五次都會流成河 那為什麼一天五天刷一次 會嗎 都是一天刷幾次的 但是那個力度是不同了 而且配合牙縫刷 那你的力度不同了 和牙縫不同了 這個問題就好很多了 對於我一天刷五次 我沒甚麼發現 但我會改變我的生活就不關 和牙縫